据央视11月5日报道 长征六号完成了今年的第四次发射任务 将广木地球科学卫星成功送到一定轨道 在未来的两个月内 长征六号将不再进行发射任务 广木地球科学卫星来头不小 它是全球首科专门服务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科学卫星 该卫星是由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研制 是纯纯的国产星 所有研制工作仅持续三年时间 与以往的对地观测卫星不同 广木是我国的首颗地球科学卫星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里 有一位广木天王 它站得高看得远 中国卫星以广木为名 自然体现了其视野的广阔 该卫星可以以300公里的大幅宽 快速推扫覆盖全球 简单来说 它看一眼就能将长三角 珠三角和京经济这三大经济区 全部包括在内 除此之外 它的数据传输速度 也是全国首居一指的 从观测的精度看 它也是国际上 首个高分辨率夜光摇翻卫星 它能在微光环境下 拍摄到城市的道路的灯光 和小区内的灯光 除了常规成像之外 该卫星还搭载了 热红外成像仪 可以实现从零下50度 到零上70度的 地雾全天时清晰成像 常见卫星的太阳能翻版 都是对称分布在两侧 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 却打破了这一规律 变成单一太阳能翻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